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今天薩爾達小教室要來跟大家分享 位在初始空島速度登場的新頭目 方塊模像 看起來超像麥塊風格的頭目 也是守護初始空島的守護者 馬上來跟大家分享該怎麼攻略吧 首先方塊模像的弱點 也就是跟其他方塊看起來完全不一樣的那個 那一塊也算是眼睛 方塊模像有三個階段 在一開始的時候是人形 可以利用弓箭直接攻擊那個方塊 他就會倒下來休息 這個時候就可以快速攻擊他 當血量少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會轉變形態變成魔術方塊的樣子 這個時候用弓箭射他也是可以的 但他並不會有可以連續攻擊的時候 此時請使用救濟手功能 選擇那塊核心並左右搖擺 就像是拆掉組合物一樣 這個時候他就會全部碎掉 趁這個時候就可以大量攻擊 最後可能會切換成階梯模式 一樣可以使用救濟手將他拆開 當他掉落到地上之後 就可以輕鬆的打敗他 解決掉他之後會掉魔像核心 這個是沒有辦法撿起來的 可以找一個武器或是防具 做餘料建造傷害很不錯哦 好的以上就是方塊模像的攻略方法之一 炸達最善就是有1萬種解法 如果你有更酷的解法 肯請大家在留言區分享給我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